昨天是广东的湛江雷州 一个男性应该是孩子的父亲 对一个床上躺着的应该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大的一个婴儿 狂抽将近两分钟的耳光 这个视频呢我昨天就没有传上来 因为我做的这个节目也要放到油管放到管管上 这个管管上对这种暴力的东西它非常敏感 非常反感的我觉得有点过自我 就是你搞不好就将什么封上号 我也不敢这个采取那个视频 但是我昨天就讲了一个东西是吧 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那讲了这个东西呢 那个视频就是讲的内容就是在管管上到不封我这个节目了 但是在有的地方就又被下架 原因就是我讲了那个东西 我讲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讲的就是当大家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 得到的是人性恶要严性俊法 你严性俊法你都是刁民你需要大量的钱呢 所以你要多交税 那对待刁民你严性俊法 以前那些个还是不够严性俊法 还要更要严性俊法你得给授权 就是扩大他们权力的边界 其实我昨天还是讲了这个 我今天看了这个东西还依然要讲这个东西 如果你看这个东西看的太多了呢 它就给人感觉对人的不信任 是吧 人性的丑陋 对人性啊失去希望的感觉 我也不是说这个不应该诸人性啊 你诸人性得要放在一种尽量的真实 尽量的阳光尽量的公平 尽量的正义的幻境下讨论怎么诸人性的问题 要不然呢 这个把人说搞得七扭八歪 搞得乱七八糟 会出大问题 可是你就你就会又问我了 说为什么有人喜欢乱七八糟呢 因为这个乱七八糟了以后呢 人就很容易 就是啊 这个大脑里除了不装人像神的那个大脑以外 什么都装进去 那最终就变成一个搬砖的苦力 你只会搬砖了 别的就不行了 是吧 很难有美的享受 也就是到底是运行的环境 导致的这个人性 还是这个人性导致的运行这个环境 导致一个社会运行的一个逻辑 文博士认为是前责的 可能有人认为是后责的 就是这个人性导致了社会有一套运行的逻辑出来了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 昨天是一个父亲 如果还不够能摧毁你最后坚守的身体 那么今天又来了 来了一个母亲 7月17日辽宁安山有网友发现 某小楼小区楼下有一个女子给小孩删封 删了一会儿就开始抽小孩的耳光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了 有可能是正常人了 如果昨天父亲的那个演艺的东西还不能摧毁 大家来看今天这个能不能摧毁你 可是这些个信号都是错的 都是不对的 不对的原因就是我上述一开始论述的那些个东西 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了 评论精神病不能不要生孩子 评论这都是什么人 评论念猫的那群人玩腻了 当然我昨天还提了一个 一个社会的走向是崇拜强者 还是这个 勇敢者跟弱者站在一起 这两者是结言相反的逻辑的 崇拜强者他就是这个比异弱者的 孩子受虐待了 老人受虐待了 女性受虐待了 反正就是你 反正不处于强势的 都是属于那种被虐待的状态 小猫啊小动物啊 评论 关键孩子啥也没干呢 评论 畜生真多 我对这个句话呢 有些个看法 就是畜生怎么惹你了 是吧 畜生不见得 说明说一个老驴 逮着一个小驴 命在那里踢他 好像不太常见这样的事啊 所以说就这个人大脑认真思考问题 他不会随便的这个羞辱 这个跟你没有相关的东西 你羞辱畜生还什么 评论保姆吧 你看这个朋友就是招了道了 刚看了个亲爹 疑似亲爹打孩子 又看到了这个疑似亲娘打孩子 我们的世界太肮脏了 你看这个朋友现在 让他多拿钱 他就痛痛快快的逃 多交税 让他多授权 他痛痛快快的授权 我现在既是你的大和尚 又是你的教主 还是你的警察 还是你的那个税务官 我那什么都接受 你只要把他给我处理了 我都接受你是谁都行 你是上帝和凯撒合体都行 那是最好了 不是说你要求上帝和凯撒合体 现在我要求你 你要是上帝和凯撒合体 不就是达到他们的目的了